当大家看到眼前的这面国旗 小伙伴是不是都被吓了一跳呢 你就说咱们国家的国旗 啥时候又变多出了四颗小星星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首先咱们公布答案 它就是新西兰的国旗 准确来说呢 这是一个藏被新西兰放弃的国旗方案 故事呢是这样的 曾经在2015年的年末 新西兰人呢 故意是因为吃的太饱了 居然打算折腾折腾自己国家的国旗 因为如果你将新西兰与英国 还有澳大利亚的国旗放一起对比 就不难发现 这三个国家的国旗实在是太像了 首先呢英国 原本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宗主国 所以澳新两国的国旗 左上角呢都有一个米字 也就是说只要看到这个标志 就代表着一种附庸的关系 然后跑开英国不谈 就对比澳新两国的国旗来看 的确也太相似了 你说这要是奥运会上 因此闹个乌龙啥的 那岂不是丢脸丢到太平洋了 于是乎才有了之前提到的 换国旗的强法 好了既然要换 那换成什么样式的呢 没过多久 在整个新西兰内部 就收集到了10292个设计方案 张飞看都傻眼了 简直就是乌化霸门 比如呢 就有人把新西兰当地 很有名的植物银掘叶 设计成了白色 放在一块绿色的背景上 还有人呢 表明把新西兰地处 南半球的南十字星 放在了作品当中 甚至还有人 把当地最有名的空鸟 也放进了国旗 最最奇葩的居然是这幅 他居然把绵羊和冰淇淋 设计在了国旗上 咱们虽然知道 你新西兰绵羊多 而且大多数人呢 也爱吃冰淇淋 但也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告知全球吧 新西兰向全国征集 国旗新方案 居然出现了一面 九星红旗 耗在2000万美元 最终呢 就只是鼓励当地人民 当了一把设计师 看来还是这新西兰人 玩得最会儿 这不就是在我国的 五星红旗上 加了四颗空心的星星吗 怎么的 这想搞一张九星红旗吗 这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 咱们中国的一个海外星省呢 这面国旗的设计者呢 是来自奥克兰一名网友 其网名叫Main 他就表示了 你们今儿都误会了 我的初衷 其实是想表达 新西兰人民共和国 在贸易伙伴中的关系 和新西兰的经济地位 以及对外关系的未来 当然 这幅国旗最终也没进入决赛 最终真正进入的呢 是这面国旗 他将与圆满国旗进行最终的投票 最终之前的老国旗呢 还是以55.6%的得票 未免多关了 不得不说 还是新西兰人玩的花啊 持续了三四个月 耗资两千万美元 最终呢 就只是鼓励全国人民 当了一把设计师 说到国旗吧 就不难发现 欧洲大陆的国家呢 几乎都热衷于三色旗 而且各种排列组合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欧洲人为何普遍热衷于三色旗呢 要聊起这个话题呢 首先就不得不提到的 那就是法国 法国是第一个使用 蓝白红三色旗的国家 这其实呢 是与历史上注定的 法国大革命有关 在1789年7月份 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 巴里的民兵们 就戴上了红色蓝色的帽张 然后国王的王室 回彰的又是白色的 所以白色在中间 蓝白色在两边 另外的法国人呢 也将这三种颜色 分别代表革命 独立与凡亚迫 自从法国革命成功之后呢 大多数欧洲国家 也纷纷效仿法国设计自己的国旗 比如比利时 爱尔兰 安道尔 与荷兰 他们都是如此 接下来咱们再看看意大利 最左边的绿色 象征着土地 中间的白色呢 象征着阿尔卑斯山上的雪地 红色 象征着爱国者的热血 而德国的黑红黄 则分别代表 勤勉与力量 国家的热情 以及重视荣誉 最值得一提的还是俄罗斯的国旗 虽然同样也是白蓝红三色 但为何他们国旗三种颜色是这样排列的 为什么白色在最上面 红色在最下面 蓝色在居中呢 这是因为俄罗斯人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他们的广袤的领土 整整跨越了韩代 亚韩代和温代 所以他们的白蓝红 也分别对应的就是这三种气候带 但是吧 中间出了一个问题 起初 欧洲人设计三色旗呢 主要就是为了简洁明了 想着便于 辨认和记忆 但正因为他们都这么想 所以现中间在国际上呢 欧洲的国旗反倒是最难辨认的一类 但不管怎么说 这也恰恰说明了 人类对自由平等 民主和和平的渴望 都是相同地 好了 本节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费的消息 点赞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